AZ疫苗自22号开打至今第10天 只有12605名医护人员接种 施打速度慢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31号下午 在疫情记者会中宣布 自4月6号起 开放所有第一类医事人员接种 包括医疗院所非医事人员 如志工等 以及药局的药师 集中检疫所人员等 共429,857人 接种的院所 也由目前的87家增加为103家 经过这段时间的施打 到今天为止大概打了12000人左右 我们现在开放 等于是第一类医事人员的 第三类 这边有76000人 然后应变医院责任医院 其他的医院诊所 其他医事机构指挥的人员 总共也大概差不多22万多 那这些我们都是在4月6号开始 可以来打疫苗 由于目前国内只有11.7万剂疫苗 外界担心扩大开放接种对象 剂量是否足够 陈时中说 一定会确保所有打第一剂的人 都能打到第二剂 至于4月6号扩大开放接种后 何时会评估开放第二顺位的对象 也就是中央以及地方防疫人员接种 他表示 不会超过10天 此外 国际变种病毒肆虐 对于国产疫苗是否会更改配方 针对变种病毒研发改良疫苗 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 召集人张上传表示 国际各疫苗厂都有在准备修改抗原配方 国产疫苗也有准备 必要时会改变抗原蛋白的合成方式 以应对变种病毒或是透过施打第三剂的方式 提高综合抗体 此外 东奥赛事将有许多台湾记者追行 媒体询问是否希望记者先打疫苗 陈时中说 会再跟奥会讨论记者人数以及必要性 再提到指挥中心会议定案 央广记者曾祥云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